即是我們都想看看 例如說以三人的經驗來看他怎樣做 那我現在呢 就是這樣 幸好他不去打他 可能 我這個位置下 我只是想摸背脊 在三人 我可能會想 但因為我已經接他在背面 我可能會想打他 可能是 後來不打 不打 不打 可能夠前後 或者想往他的背脊 可能打旁邊 這個位置不出奇 那我先由這個位置 不去摸背 那三人通常我會怎樣做 解釋他的這種姿勢 他可能會有機會打 我先拆手 拆手 拆手 走出來 最好就拿到他的背脊 就拿回他的背脊 對 如果不是他很厲害 我拆到拆我 我就會 可能會復規 不遮瑕到他 所以我那個頸 我會打關於他 我才會再把門走出來 對 OK 通常都是從他翼下 那邊捐出來 嗯 那如果一個人 現在一個人 沒有這麼難 對 對 那你首先第一件事 做好防守 做好防守 其實現在最危險 我們經常都知道 次序要怎樣安排好 然後還有關於他 如果有關於他 你沒有拿到關於他 最好就是把兩隻手分開 因為兩隻手分開 他就很難看 捉到你了 那你就趁有這些位置 嗯 明白嗎 對 你這樣想 試一次 試一次 如果我們已經去到 對 對 保護好頸 還有關於他的位置 OK 如果拆到手 之前拆手 其實我剛才也有說 保護好頸 保護好頸 對 這個技巧就是 你用前臂去 遮蓋他 試進來的位置 對 對 然後呢 手 這裡有一個 鎖筍 幫助擋住他的拳 對 因為他的拳可以這樣 對 他現在在我後面 他這邊很難 發力 對 這些很厲害 這些細微位 然後 你拆開手 有空間 你才可以走出來 對 他這個缺口不開 你走不了 有很多方法 你一旦擾背 然後就 這樣出來走 OK 那你的動態 大家在這裡不斷變 你自己要 總之要 創作一個缺口出來 OK 但基本要 但前提之下 你不要被人 有機會可以 然後再提醒你 和回去 Pound Finish 但他那個 這個 其實他的拳 不會在這裡 不會的 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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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現在 給五分鐘 大家試試想一下 如果人家這樣打 那時候 你呢